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W3CSS第七课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咱们大家请看 制作卡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今天这期内容为咱们的网页中制作几张卡片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持点啊 就一个W3Card卡片 咱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哦 W3Card就是说 它可以制作类似名片效果的卡片 显示效果 W3为咱们提供下面这几个类 咱们看看都提供什么类啊 卡片 然后呢 卡片-2-4-8 它减了这么几个数 这几个数是干什么的 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几个数是说咱们这张卡片的阴影区域的大小 阴影区域 有多大呢 阴影区二十四是最大 二是最小 不是二是最小 是布加是最小 一会咱们会看到这个实际的阴影区域的效果 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就是制作一张卡片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例子哦 今天为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 由于这一期的时间关系呢 我不想给大家把今天的例子都讲完 您呢 可以自行看代码 咱们先看一个简单的 叫做卡片秀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说 有个DMV 其他其实都类似嘛 我讲一个呢 您呢 就畜类旁通 其他呢 应该也能理解啊 咱们先看第一个卡片 首先说是个DMV 然后呢 跟一个卡片类 这卡片类呢 是多大 是四个阴影区域 同时呢 这张卡片的区域的宽度呢 是四百个像素 然后呢 这个卡片当中 我定义了一个头部 然后一个内容区 还有一个脚部 头部呢 我用一个container 这是容器 然后呢 跟上一个背景色是蓝 脚部呢 也是container 背景色也是蓝 同时呢 跟上一个标题 但是注意 头部的标题 我给的是H1 然后呢 脚部的标题给的是H5 然后中间这个区域 是卡片的内容区 同样的 还是跟DMV 加容器 容器里面呢 我写上了三个我会的IT技术 比如说 我现在会Vue.js 会W3 CSS 还会HTML5 就写在这 当然以后呢 我可能还会写的很多 因为以后的课程 我可能还会再做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现在敲吧 比如说 今后呢 我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课程 叫做Type Script 比如说 可能还会做些其他 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 换句话说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例子的卡片呢 是说我呢 IT技术的卡片 然后我呢 都会写什么技术呢 会在这个地方 以这个列表方式显示 最后呢 我给一个卡片角 其他的例子呢 应该也都不难 咱们再看一个吧 咱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卡片的阴影 我给的是12 比刚才要大一些 宽度呢 还是400 然后呢 这个卡片 大家注意看 我呢 给了一张什么 图片 然后呢 下面是对这个图片的说明 也是一个DNAV跟一个容器 然后呢 这个说明 注意 这是一个新的要素啊 这个说明的内容居中 然后呢 我说句什么话呢 我说 Google是否好用 用过才知道 其实这卡片都是很简单的写法 我呢 把今天的例子呢 拷贝过来 咱们实际运行 马上看效果 好像更好理解一些啊 比我在这儿涂嘴讲 涂嘴讲啊 要好理解的多 好 我把它拷过来 好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啊 今天是第七课 今天呢 为大家带了两张图片 一个是封屏 一个是 这叫什么 Avatar应该叫做个人的照片 咱们看看这两个张照片吧先 封屏 这是一个Google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个人的照片 这就是一个个人的肖像 好 看完今天的素材 咱们运行今天的例子啊 Let's go Go 好 咱们大家请看啊 这个呢 是为大家举的几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是WCNCSS官方的例子 我呢 把它拿过来 供您参照学习 官方例子都是英文 而且呢 写的比较混乱 也不叫混乱吧 反正它很多例子都写在一块 我呢 把它提纯出来 让您呢 有个清晰的结构 咱们先看第一个啊 这个地方我刚跟大家说过 这是一张卡片 大家注意阴影区 大概是四个像素宽啊 下面这个是12个像素宽 大家注意看 这两个阴影区 其实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啊 哪个好看呢 看您自己的深美的要求啊 好 这个卡片区 首先是一个heider部分 头 然后呢 我的IT技术给的是H1 脚步呢 也是一个H5 然后呢 中间是我的 我绘的技术的列表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张卡片 你说和这个panel区别有多大 其实也不大 但是呢 咱们为了区别于panel呢 咱们像这种特殊的小区 咱们就用卡片来记载 再比如说这地方 你说我用panel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 但是呢 用卡片好像更便于理解 也便于这个浏览器的 不是浏览器 是这个各种搜索引擎 去理解您的页面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二个例子呢 是上面呢 我给一张图片 下面说Google是否好用 用过才知道 其实这也是张卡片 这个卡片呢 上面是一张图片 下面呢 是对图片的描述 下面呢 也都是完全的 卡片的使用方法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直接看我的代码呢 应该就能理解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想把每期课程的控制 在五分钟左右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期视频也就只能 给您分享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开源中国 供您下载参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